好 来看一条桥也许反映的是一个公务部门不可取的心态 地点是台南市的建康路 这条建兴桥这个月刚完工 但是民众发现同一条桥出现了两个桥民 一个是建兴桥 一个是桥兴建 同时呢 中华民国100年变成了001年 连市府人员也为之傻眼 从一行字当中就可以看得到 市府并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 华民国001年 很老叫吗 是不是很奇怪 很奇怪就是 民众一看到才刚完工的桥上 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忍不住笑了出来 建兴桥成了桥兴建 更夸张的是完工年月也成了月 11年001 念起来根本就不顺头 中华民国100年变001 那就是游走和游游游走的关系 那我该改了 民众看着桥上的石盾 若是用一般的习惯 游走到游的念法根本就看不懂 原来这座桥上的字 是由右念到左才正确 台南市建康路跟建平路口 一座最近才完工的建兴桥 被民众发现 同一座桥上竟然出现了两个桥名 正常满从左到右念起来是建兴桥 右边的则变成了桥兴建 书写方式根本就颠倒了 公司在试作上面做错 我想这个我们中文的部分的形式 改成横式之后 也已经改了很多年 由左自右的形式 这样子民众才会一看了 一目了然 就连市府人员看到也傻眼 更表示因为石盾挡在人行道中间 民众行走不太方便将会移除 但施工前没有严格监督 出错了彩要猜根本就是浪费人民纳税钱 中天新闻来关张张欣怡台南报导